大开脑洞对我来讲 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兴趣事案 更多的是一份责任 但是说实话 有的时候脑洞大 更多是被逼出来的 我记得大概在2011年的11月 当时我刚调到 总建三居技术中心 就接到了一份非常棘手的任务 怎么呢 做微图字典 这个任务是要做什么呢 这个大楼上面 像一个钢灶子一样的装备 就是我们集团研发的空中造楼机 以前我们在做超高层建筑的时候 因为楼体非常的高 上面的环境非常的恶劣 经常碰到雷电大风暴雨的天气 上面的工人 有的时候连站个脚的地方都没有 更别提施工作业了 我们做了这么样一个造楼机 每建好一层楼 造楼机就跟着楼上向上爬高一层 并且我们在上面集成了 各种各样的施工设备 能够让公文在上面如履平地般的建造房子 但是造楼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承载的重量相对比较小 没有办法把几百吨重的大型的生活设备 全部都放到平台上去 一般来讲需要承载更大的重量 那么支点要做得更大 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做大的支点 因为在第二代空中造楼机中 我们的支点是这样的 它上面是一根柱子 下面是两根梁 两根梁放在两侧的墙体 遇到的洞口上 这意味着什么呢 每一个支点两边必须都要有墙 墙上还要开洞才能落下去 所以为了能够承受造楼机 和这些大型设备的重量 就要做微图支点 那么微图支点是什么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是一个搓衣板 上面有一条一条的凹凸不循的沟槽 我们的微图支点就和这个差不多 它上面也有一条一条的凹凸不循的沟槽 和墙体表面紧紧地摇合在一起 然后就能够使我们的造楼机承受1000吨以上的施工装备和设施 但是你们想啊 微图支点呢 也就是这么几公分厚的速火灵土 也就是说里面是没有钢筋的 可能一个小女孩子拿着锤子 就是可以把它敲碎 就是这样一块速火灵土 我们需要它承受几百吨的重量 这可能吗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台家用轿车的重量一般是两吨 也就是说用这样一块速火灵土 要承受200辆汽车的重量 想想都觉得不太可能 而且几百米的高楼越往上 风力越大 有的时候地面可能仅仅是微风 到了四五百米的高空 突然来一阵进风 也有可能达到八级风的这样的样子 甚至有可能达到十几风 那个威力可不得了 就相当于我们平时见到的台风了 所以我们的支点还需要有很高的抗测性 也就是能抵抗水平风的能力 想法是非常好的 可是怎么做到呢 就在一个周末 脑海里面一边琢磨着方案 一边下楼 突然一个白影像剑一样 收地从我脚边穿过 爬上了旁边一棵碗口出的张树 还对我喵喵几声 我突然凌宫一线 我们是不是可以仿生猫爪 给赵楼基也设计出爪子呢 猫可以在光滑的树干上 用自己的四肢 承载出大数几倍的身躯 向上攀爬 就是因为猫有灵活的爪子 和这个可以伸缩的指甲相互配合 紧紧地勾住树干 如果赵楼基也能设计出像猫这样的爪子 勾住墙壁上的微图支点 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支撑出400多人的重量 进行伸缩爬升呢 有了这个想法 我几乎是以百米充斥的速度赶到了单位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就把这个构式给画了出来 后来领导看到这般方案了以后 对我们说 这才像个样嘛 最终第三代空中照漏机 顺利地登上了武汉中心 叫传统的施工平台 它的承载力提高了三倍以上 功效提高了20%以上 承转的能力更是达到了2400吨 相当于一次可以将三万名成年人同时顶起 而且在高空还能抵抗14级的大风 在高效性 适应性 安全性 一致的话的程度方面 产生了质的飞跃 空中照漏机从2009年至今 已经优化升级到了第四代 它和循环电梯 在国内应用的超过程建筑项目 也有了20多座 慢慢地开始有其他的国家找到我们 2017年 中东的一个城市 邀请我们去参加一种1000米高楼的投标 而跟进项目以后 我们就发现 对方其实根本就不看好我们 只是让我们一起参与寻标 到了中东 业主在给各位发名片的时候 甚至还漏掉了我们中国的团队 当时我们的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而后来 当我们拿出了以空中照漏机 为依托了全新的技术方案 给他们展示了以后 对方根本没有想象到 我们中国还能拿出这么一套 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听过的全新的方案 而且除了空中照漏机之外 我们还针对对方这个楼的特点 将我们的循环电梯 应用到创新方案中 因为中东这个楼 它特别特别地细长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两条轨道 梯笼笼从这边上去 翻转从旁边下来 这样我们仅仅布置两台循环电梯 就可以满足整个项目的施工需要 这些想法方案都要业主两眼放光 2018年 对方更是来到我们中国的施工现场 进一步地考察参观 连一向严谨的德国工知识 也不仅感慨 无法想象 中国的建造技术竟是如此的先进 其实呢 我特别能理解它 因为很多人对我们中国建筑业的印象 还停留在以前的施工队 包工头 埋头苦干 但其实我们的超过程领域 早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全球300米以上的超过程建筑里 有70%都是我们中国造 这就是我们中国建造的实力